注意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的主任王广这位学者呢 他特别用了很长的文章来讨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重要性 那么一般认为这篇文章为清朝的所谓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进行辩护 那么是为现在政治服务所写的这个文章 因此他在强调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时候 很多人关心啊那么在习近平即将要连任的时候 那么如果他连任完成了那是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又要重新的开始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了谁是阶级敌人啊蔡兄 这个文章呢我觉得呢我前段时间呢也专门的做过专题的这个评论 这个文章呢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个王广呢 我相信的是受益写出来的至于是谁受益的呢 我觉得至少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做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 由王广来执笔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一个19年新成立的这么一个 正部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而且现在他的办公大楼呢就在北京的中宙县的最亮眼的地方 他们讲的称之为啊这个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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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一只眼睛 另一只眼睛呢是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两栋大楼啊分别在中宙县的两侧 从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历史研究院现在在中国的舆论呢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领域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 至于呢就是说他讲到为这个阶级斗争啊来变富 是不是呢就是说习连任之后啊就要开始大规模的像毛泽东时代呢 那样与天斗与地斗啊奇落无穷呢 我觉得呢还要值得观察啊还要值得观察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一再强调过去的十年他已经通过反腐 已经通过不同的这样的斗争方式 把所有的义举政敌基本上都清楚的差不多了 如果二十大他能够连任 那基本上他可以呢能够能够主掌整个这个局面 我相信呢各个地方大员主要的一些官员的任命 应该呢都是要死心塌地 效忠他的这么一批人 如果是还要搞阶级斗争 那就是跟他自己过不去了 那就是要跟他自己斗了 就跟毛泽东的晚年一样 毛泽东一生都在斗 与天斗与地斗啊 与人斗 斗到最后他发现没有敌人 敌人就是他自己 所以说如果是义连任之后啊 要搞阶级斗争的话 我觉得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因为他一看身边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他这个电信联重点栽培或者是呢 完全的抠贼脸完全效忠他的这样的一批人 当这批人上来之后 如果是还要亲散 还要被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往后下去 没有人敢跟着他 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往前走了 所以说他连任之后 他的年龄越来越大 我相信呢 他会力不从心 在很多的方面呢 他在私人用人方面 也会呢 遭遇到很多的障碍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年 基本上过去的这些 我们看到的 这个江系的 福系的 都已经被清洗掉了 特别是一些有能力的 这些干部 也被清洗掉了 一些稍稍有点开明思想的 也被清洗掉了 而跟着他的这些人 很多的都是呢 基本上呢 没有地方阅力 也没有 这个很好的 受过良好的教育的 这么一批人 现在在紧紧 紧紧的跟着他 高举大旗的 这样的一批人 我相信这批人 如果是一旦的能够 完全的主掌中国 这么一个大国的这个命运的话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会有接二连三 不断的这种灾难的情况出现 因为我们看到 过去的十年 他还是在吃老本 在经济上吃老本 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 改革开放 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已经跟西方世界 已经紧密的融入在一起了 我们看到中国 你看在过去 在加入大部 这个世贸走织之前 中国的对外 这个贸易 只占了这个世界的 这个外贸出口的2% 但是到现在 已经占了这个世界 对外贸易出口的27% 基本上是占了三分之一强了 这个成绩是谁取得的呢 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 不是靠闭关锁国带来的 不是靠这个阶级斗争带来的 如果是二十大 他连任之后 继续的元席过去毛泽东的 27年的这个路子 搞阶级斗争 或者是搞闭关锁国 我相信中国会出现 很大的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出现 我也觉得呢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是一条死胡同 因为呢 过去三十年 一大批的中国人呢 已经尝到了改革开放的 这样的前途 已经通过改革开放 已经拥有了相对自由的 这样的一种环境 人们也可以能够自由的出行 也可以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如果是回到毛的时代 回到一个鸦雀无声 回到一个思想高度集中 高度统一的时代 我相信呢 会遭到全民的反叹 尽管呢 他会通过各种维稳的手段 来防止这个民变 或者是呢 防止这个军变 防止党型的变化 但是呢 我觉得历史的潮流 是挡不住的 最终 我相信呢 会有新生的力量起来 来取代这种 这种闭关锁国的 这样的一种路线 这是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先生的这个见解 我想请教周老师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历史研究人这篇文章 那么谈到说所谓的阶级斗争 您觉得阶级斗争有可能回来的情形吗 同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一直把毛泽东跟习近平相提并论 但是呢 也有不少人认为说 其实习近平现在的 他的专制的做法 原本已经超过了这个毛泽东 你认为习近平有从毛泽东那边学到什么东西吗 同时他现在真的 他的作为是超过了毛泽东吗 周老师 他跟毛泽东呢 是不可比的 他把习近平跟毛泽东比 这就是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喜相本 这个毛泽东 一观算尽太聪明 先把二把手高岗干掉 又把二把手 刘少奇干掉 又把二把手林彪干掉 最后死了不到一个月 他最亲密的人 刚才我一再说 华国锋 叶剑英 汪宗兴 就把他的四人帮 还有他侄子就抓起来了 这就是那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清清性命 所以他们说再搞一个二次文革 没有那个条件 哪有这种 这叫耸人听闻 现在习近平上叫做习下 有人就说习下李上 他们就辩论到底是习下李上 还是谁上 还是李习下不下 完完全是伪问题 他根本就不应该上 现在考虑 十年以前他怎么上去的 所以那时候的这些领导 包括江泽民 胡锦涛 他们都得负一定的责任 你们怎么就看走了眼了 包括李锐 李锐当时中组部一个副部长 进梯队找李锐 他是属于第三梯队的一个领导 他选的江泽民 胡锦涛和习近平 可能李锐后来在美国之音里说 他说我就没想到习近平文化水平这么低 你没想到你得负责任 你为什么没想到 所以我就讨厌预测 预测什么 习近平他上不去 上下得下来 现在这个在美国的有几个自媒体 我觉得还不错 人家有人说我就是造谣传谣 但是他价值取向还对 他就是要 因为你人 比如咱们在这一说 咱们就起作用 因为他一转播 很多人就听见了 所以我不是在这客观的预测 没有客观这事 我的主观就是要做对的事 所以他们老人说 你做这事能不能成功 这就是机会主义心态 什么叫成功 成功不成功 上帝管 中国叫神管 中国有一句话叫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说我是人 我只是谋事 比如你让我说 我说这话 我就希望它起作用 至于说 用我们小学老师的话 人的一辈子就是六个字 叫进人事听天命 我只是人 我只是进人事 我只干对的事 我不干能不能成功的事 能不能成功 你们谁还干谁干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意思吗 我讨论就是说 怎么让他 怎么能够避免 这种人再上去 也就是说 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 就讨论改革 党和国家的制度 但制度也人造的 有人说制度问题 这话又不对 制度哪来的 制度是 是别人给你造的吗 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